今天要来吃阿清家的甜品 超级大一桌 这个也太幸福了 我现在都有点激动 然后这期视频的话不是推广 是一个小姐姐给我的头十 哇真的 本来的话这个蛋糕盒子已经挺肚子了 然后他说现在好像还出了这个新的爆浆团子 就想让我也吃吃看 然后的话因为我现在是特殊时期嘛 可能这期视频我会分次路 然后放在一起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我这边还泡了一个那个西柚苹果的水果茶 哎呀本来我其实有挺多话想跟大家说的 就真的还挺感谢大家的 然后有好多小伙伴评论啊私信都很关心 我真的还蛮感动的 现在一下散了还是不说 然后这期视频的话会有福利送给大家 到时候大家去看一下评论 好了好了我们不多说了 我们就开始吃吧 先来吃这个抹茶的吧 我超级期待的 它现在上面还有一层膜 以前好像没有 它家的盒子真的凤凉超级足 这个是抹茶草莓的 好好吃 从清零到现在 我又没有吃过甜品了 我现在就感觉超级满足的 草莓果肉还挺多的 它这个酸酸甜甜的很清爽 抹茶是稍微有一点点偏苦的 我觉得它这个奶油真的很好吃 一点都不腻 然后甜度也不高 真的太好吃了 不行还要吃别的 太晚了 我突然想起了 忘记放上面的料包了 它这个是还有配一个草莓粒的 不行不行 必须再来挖一口 这样才对 我就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好脆啊 那个草莓干 我感觉这样更好吃 我就是挺喜欢吃这种 上面带脆皮啊什么的 好吃 然后再来吃一下这个吧 这个好像是豆乳的 我觉得他家勺子也挺好用的 给了一大堆 这是豆乳的 我感觉里面还有麻薯 有辣丝 这边有一层白白的 它是麻薯 好像 这个好好吃 我喜欢 豆乳味还挺重的 这款的话是比较清淡的 因为我平常就挺喜欢吃豆乳的 所以这款我觉得很好吃 我觉得我又要忍不住吃多了 实在太好吃了 我今天早上的话就空腹喝了那个 炕桃和酵素 然后就吃了一个水煮蛋 也没有吃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挺饿的 然后现在天气热起来 这个蛋糕的话冰箱里冰锅就有点凉凉的嘛 就特别好吃 这个是招牌澳洲牛乳的 这个我之前就很喜欢 每次都想吃 这个牛乳味真的特别浓 这个牛乳味真的特别浓 还是觉得很好吃 这款的话它是那个红色的蛋糕体 然后奶油偏多一些 它的牛乳味真的特别浓 大家如果是平常比较喜欢吃奶油 然后喜欢的这种奶油比较重的 应该会喜欢的 但是不怎么喜欢吃奶油的小凯 可能这款就不太适合了 但它这个脆片已经不脆了 这个的话相当于刚才那两个盒子 甜度会稍微高一点 这个是黑芝麻的 这个它上面是那种千层皮 给你们看一下 我太喜欢上面这个脆片了 哇 这个好香感觉 它这里面还加那个蔓越莓 它这里面还加蔓越莓 感觉跟我之前吃过的黑芝麻甜品都不太一样 它就是能吃出那种黑芝麻特别香的那种味道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黑芝麻特别厚重的感觉 这里还有蔓越莓 我觉得这也太幸福了 最后一个 这个是榴莲麻糬的 这味道 好香 刚才那个麻糬拉撕了 你们没有看到 这个真的就是想想就好吃 喜欢榴莲的一定会超级喜欢 它这个麻糬特别软嫩 牙齿稍微一抿就没有了 这样搭配第一次吃不过还挺好吃的 真是太幸福了 吃完这一顿我一定会消停一阵子 说到榴莲 前几天菠菜去水果里买水果 它本来是想买凤梨的 然后它就看到一个很小的榴莲 就好奇心泛滥 把它一提结果摔在地上 可以摔坏了 只好带回来了 超级小的一个榴莲 就要80块钱 肉超级小就很少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品种 它就觉得很冤 我发现我又忘记撒这个了 这个好像椰子味的 我好喜欢这种有上面有脆片的 我觉得这样口感更丰富了 哇哇 果然更好吃了 应该有好多小伙伴觉得他家的 很美味的 盒子就是有点贵 但是东西真的是真材实料 特别实在 我感觉 如果他家会出那种小盒的话 应该会有更多人买吧 因为好多人都跟我一样 就想吃好多口味 我好多哦 但是我还不说 这抹茶的好喜欢 这个抹茶的好喜欢 今天这几个盒子 我觉得这个抹茶的好喜欢 今天这几个盒子 我觉得这个抹茶的好喜欢 今天这几个盒子 我觉得这个抹茶的好喜欢 黑芝麻的应该算是比较让我意外的 这几个里面豆乳盒子甜都是最低的 好了我们再来吃一下这几个罐子 还有这个新品的爆姜麻酥 先来吃这个吧 超多的奥利奥碎 这个真的好好吃 我之前看白白吃 他说挺好吃的 我是第一次吃 确实好吃 底下还有超级多的奥利奥碎 这一罐真的是空口吃奶油和奥利奥碎 这一款的话 它是没有蛋糕体的 都是奶油 如果单单奶油的话可能有点腻 但是我感觉搭配这个奥利奥的话 就中和了一下就还好 哇 这好看 这个好食啊 特别难挖感觉 它是蛋糕体海苔肉松 奶油和芋泥 上面有一层的盐烧乳肉蛋糕 层次还挺明显 这样能看出来 上面的盐烧乳肉蛋糕是有点咸咸的 哦 它这边 你们看到 它这边还有一层薄薄的咸蛋黄酱 这应该是咸蛋黄 这一款特别扎实 底下肉松不是很咸 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 这款我觉得你一勺挖到底一起吃的话 整体就是芋泥的味道比较重点 其他的味道不突出 项链 好可爱这个 哦 嗯 芋泥还可以盖上 哎呦 这个阿华甜的味道好浓 放在勺子上吃了一点 这个粉感觉有点太多了 我先倒一点吧 哇 好多 这味道真的太阿华甜了 你们以前有没有吃过那个鸡汁豆 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那个 这个味道就很香 要满出来了 要满出来了 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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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还有那个巧克力球 你们有没有看到 嗯 嗯 好吃 如果大家平常喜欢吃阿华甜的这款应该会觉得好吃 但是上面那个粉有点甜 之前那个麦当了出了好多阿华甜的新品 我都一个都还没吃过 这是两层阿华甜的蛋糕铁 还有两层奶油 我怎么感觉盖子上的更好吃 这个是珍珠奶茶的吧 嗯 好像皮有点厚 第一口没看到什么线 嗯 呼嘴了 嗯 这个 好像有点 脸皮有点厚了 这个 不应该啊 为什么 是不是又是我运气不好 我看图片上鲜还挺多的 这个真的是完全皮太厚了 没有鲜 嗯 有人 厄介 还不介意 它这个里面还有那个感觉像青柯燕麦的那种口感 这个皮都撕不开 是因为我放了几天的缘故吗 怎么会这样 我本来以为阿星家是不会有采雷的东西的 这个是奥利奥口味的 这个鲜还挺好吃的 之前吃了几个感觉都没什么味道 不是太好吃 这个还好 它这个皮真的太厚了 感觉之前吃那些盒子蛋糕吃了那么多 也没有觉得很饱 今天吃到这边我感觉已经被塞饱了 这个应该是芋泥的 嗯 认为不对 不对 这不是芋泥的 这个好像是山楂 山楂树莓吗 酸酸甜甜的 我觉得它加这个外面的麻薯皮 淡香味还挺浓的 但是不是特别有嚼劲 是偏软的那种 我感觉我已经吃不动了 被这些麻薯给塞饱了 这个麻薯感觉有点采雷啊 皮太厚了 然后味道也就一般 就我个人不太推荐 不过他家的蛋糕是真的好吃 我觉得他的蛋糕 就是整体来说也不会太甜 然后奶油是真的好吃 不会很腻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给我一键三连支持 然后到时候福利花 大家记得看评论